除了台风动向还要来关心的强化后备战力 国防部推动为期14天的新智教育招集 而25号的上午县长许正卫会同了明镇处长等人 前往霍林县后被吕布义营占之连速营地 进军慰问 表达感谢之意 同时也预祝较招任务圆满成功 国防部推动为期14天的新智教育招集 强化后备战力 并于7月24至28日实施汉光39号士兵演习 同时进行同性33号演习 动员教育招集训练 为加勉教训官兵及感谢招援为国辛劳 县长徐正卫 25日上午来到华林县后被吕布义营占之连速营地 此时均均慰问 在这里正卫也要谢谢大家 在这个24到28当中 真的是再一次回到军中来 我想大家再一次穿迷彩服 大概是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以前的军种在军中的职 哪一项的任务现在还是回来 温雾之心 我想这也是一个真能赔力 那另外也是增强国家的战力的时候 所以无事抵持不来是无人以待之 但是在成平年代 我们的后辈军人以及后支部 一直以来都称赞了 跟地方政府一起携手合作 对于我们的灾前的预防 还有灾中的抢救以及灾后的复原 我要谢谢 我要再谢谢 我要再谢谢 无论是后支部或是花盲部 或者是国军弟兄 这次我们的教育招集训练 是花莲后辈旅 第一营的教育招集训练 那也配合了我们这一次 汉光39号演习 跟童馨33号演习 所以这一次的教招有别于 以往的教育招集训练 我们的报道位置都是在各战术位置 那在战术位置报道之后 因为配合到汉光演习的演练 所以我们的演练的主要就是 我们第一营的作案计划 那这个作案计划就是在于 我们花莲市 花莲县周边的重要目标的一个防护 那这个工作呢 也是在今天报道的第二天开始 就到各战术位置去做作案计划的相关演练 此次花莲教招与以往不同 多了女性招援一场参与训练 也结合汉光演习 对于市东部第一场次 有女性招援志愿参加 徐真卫更加肯定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 也颁发加蔡卫问津 代表国家积极落实国防政策推动 也齐群招援持续支持国家 推动全民国防 记者讲报应前相报道